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仁爱乡 信义乡 和平乡 坚实 武风 都需要农路 报了好几百条 都是跟谁要钱呢 跟盐住民委员会要钱 那盐民会农路的经费呢 以前民进党的时候不做的 到国民党执政之后 马英九的就开始做盐住民族基础建设方案 开始做农路 没有错 农路是跟盐民会那边来申请叫盐乡动脉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的经费是摆在四年五千亿 但是水保局不是说我就跟盐住民乡镇的农路我就没有责任 主委 盐住民乡镇的农路 莫拉克灾区 这些乡镇 包括阿里山乡 包括平东县 高雄县 高雄县 他们的农路还是要水保局来做 因为盐民会的那个钱本来就不够 所以主委 你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是水保局说以后盐住民乡镇的农路都不用管了 主委 水保局都没有事了吗 在刚才委员讲的像灾害发生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不分彼此啊 本来就不分彼此啊 你不能说我这个农路这个阿里山乡的茂林乡 桃源乡 老马亚乡 我还是去跟盐民会要钱 但是事实上这个农路在这个我们莫拉克灾区的特别预算 有针对农水路的部分 有做啊 对 救灾是救灾第一啦 这个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黄机长 你要搞 要弄清楚啊 那我主委 我是非常欣赏黄机长 因为他亲和力很强 谢谢 谢谢 而且你们的水保局每一个分级啊 他们都非常深入了解我们盐住民的需求 这个我在这里肯定 但是我是说这个部分可能要厘清楚 农路不是只有盐民会的事情 盐民会它不是工程单位嘛 那每个乡长 哇 要这个农路都要的非常辛苦 一直希望说农路的经费能够多一点 因为盐民会的经费本来就不够 一年只有8.5亿 所以黄机长是不是这个部分能够再继续支持好不好 是 是应该的 莫拉克灾区的部分 这些灾区的部分更应该更要来处理 甚至不是灾区的 你有这个能力也可以做嘛 也谢谢孔委员在这个部落之间 跟我们帮我们很多协调很多事情 也谢谢你 因为在庆祝方面 用地账取的方面 孔委员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跟我们出面当面来协调很多的顺利 在我们工作上很顺利 谢谢孔委员 好 那个黄机长 接下来就没你的事了 齐齐加油 请回座 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就是灵物局的部分 有几个问题了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我们有很多乡亲 这个杉杉打猎 有时候猎到什么山江 猎到什么保育类的动物 马上就被逮捕 逮捕之后 问笔录 问完笔录之后 这个有的寒送 有的遗送 最后地方法院判 这个法医治山江30万 长中山阳60万 等等 这样的问题很多 那原住民都付不起 原住民都付不起 但是野生动物保育法 第21条 跟原住民族基本法 都有规定 原住民都可以在一定的季节 一定的区域 猎捕一定数量的 这个 动物 那这个部分 从六年前 一直到现在 这个执法都没有定出来 所以这个六年多来 很多原住民乡亲 被判一科罚金 根本都缴不起 我还帮他们协调 帮他们协调说 可不可以分期付款 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 他们说这不行 只能分四起 你如果罚个百百来万 八九十万 你叫原住民猎人 猎人 这些 怎么负担 所以原住民族基本法有规定 照一定的 为了文化祭典传承的需要 可以适度的开放 那这个部分呢 一直都没有处理 所以这个六年多来 不知道多少人啊 被判罚金 没有一颗罚金的 也被判刑 这个是侵犯的 原住民的人权 但我们也不是说 要鼓励原住民 啊 裂捕了这些东西之后 拿到山产店贩卖 这个也 这个是不准的 这个我知道 好这个我想问一下 这个执法这个办法 什么时候定出来 这个跟委员报告 这个我们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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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在这个三月十八号 啊 他这个啊 整个这个调查的部分呢 就可以做好 啊 然后 我们来依据这个资料 就可以来 一定相关的这个 啊 这个细 Tou 利ển市长 你在这里答复我一下 这个 我们在文化 人家 仁安 当衡 秩序 有關這個辦法,事實上我們已經初步訂出來,在11月份的時候預告,但是預告以後保育團體跟圓明會有一些意見,那意見也謝謝我們孔委員有協調過,我們協調過分頭進行,那圓明會說他要召開部落會議,把那個傳統文化跟記憶,每一個部落都整合,我們這幾天還要說, 我們還在跟圓明會積極聯繫,他們說3月18號左右可以把它整理出來,開完會以後整理出來,整理出來以後給我們,我們會馬上來開會 現在問題的癥結是說南投縣的布農族,說什麼花蓮縣的布農族,都是為了達爾濟,為什麼有的列補的期間,月份不一樣,有的一個月有的兩個月這樣,這個要盡量達到公平一致 到最後圓明會整合出來以後,我們會再召開會議來協調,協調完定案就可以,這個辦法就差不多了 另外我想在這裡還有一個,就是昨天我質詢行政院長,吳院長的時候,我說這個整個永久屋的基地都已經完成了,災民已經安置了,但是只有一個地方,一間永久屋都還沒有蓋好,就是阿里三鄉 那阿里三鄉呢,那邊有三野、樂野跟1520班地,我想說1520班地這個部分啊,昨天吳院長也答覆我,他說我們現在還在協調溝通,也流標了好幾次 那個1520班地,我想請問一下,如果要在六月以前全部災民入住的話,六月以前根本沒有辦法完成,阿里三鄉可能會跳票 好,所以我想,呃,袁局長,你對這個部分,1520班地,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要怎麼解決,好不好 有關那個地的問題是,經過縣政府,營建室勘察,認為沒有國土保安,隨著保持之宜的話,我們都,原則上同意興建 他現在是,縣政府可能招標的問題,我們林諾吉只能站在配合的部分來處理 要督促縣政府啊,到時候阿里三鄉的災民都說,你看,中央重建這個牛顧化,到現在別的屏東縣、高雄縣都已經安置了 就阿里三鄉的還沒有安置,沒有,因為還沒,連基地都還有問題 哦,你到時候,到時候中央重建經費,給阿里三鄉的14億,到目前為止只有執行多少?只有執行兩成 那你說怎麼,我們怎麼跟阿里三鄉的相親交代啊,對不對,所以我覺得林務錦這邊應該要積極的協助,而且要督促縣政府,要把中央重建的經費,有效的來執行,協助來安置災民,好不好 嚴局長 我們跟縣政府來聯繫一下,好不好 主委,這個部分你可不可以來稍微督促一下 是是,這個在地的方面我們積極的來提供,安全,那這也,原住民他們也願意去的地方,這個我們農委會應該這個來積極來辦理 好,所以那個另外,我在這裡要拜託一件事情,就是新竹縣的五峰鄉,那邊有一個土廠大橋,土廠大橋,那個是兩年前本席爭取的一個經費,那個是從 這個愛麗颱風,93年的愛麗颱風弄的啊,那是林務局負責,要做這個土廠大橋,那到目前為止呢,我們地方的這個地主啊,他們還是有意見,認為林務局啊,他們溝通的誠意不夠啊,因為不管是在補廠的部分啊,啊,還有這個,呃,等等啊,他們都希望說能夠好好的做一個協調啊,因為你這個一億多的,這個這樣的預算,那個土廠大橋是通往官物啊,那 那那個地方的一個大橋啊,那個如果你沒有執行的話,聽說林務局三月份就要把這個橋,說這個錢收回去了,好,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好,謝謝孔委員,有關土廠大橋的部分,原則上經費意義,那我們已經去年,下半年就開始協調跟地方的溝通,到目前最新的進度,我跟委員報告,只有一副,有一副還有意見,那一天我跟現場報告, 縣長當場指示,由相關單位來進行協調,那我們三月份會再召開一次協調會,這個明天吼,明天那個,我們五峰鄉的趙藝人啊,他會開一個協調會,對對對,就是拜託趙藝人來召開,那一天,因為恰好在縣長是,那縣長拜託他,無論如何要促成這件事情,一定要想辦法來促成,好不好 對,經費,那個補賞會是公告現實加四成,那是法定的,但是他對這個還有一些意見啦,那縣長說怎麼樣來協調,請他能夠務必配合 盡量能夠,因為這個土廠大橋已經好幾年了齁,沒有,沒有做了,那是九三年的災害 是,很可惜啦,九三年的災害喔 因為經費在委員支持之下,特別留下來的一億經費,那個橋如果能夠興建起來,對交通都可以改善 希望林務局你們多拿出一點誠意嘛,對對對,我們最近會再協調一次好不好 這個明天那個,明天趙藝人主持的這個協調會啊,希望林務局派的代表,能夠多重視我們地主還有趙藝人的意見,好不好 好,那我們再,我會後趕快指派明天參加 主委,還有一件最後一件事情要拜託你的就是啊,上一次我們不是有談,南投信義鄉農業試驗所那塊土地嗎 那塊土地,目前我開過一次協調會是針對地上務的部分 我們農事所有要求一些部分的一個補償,但是信義鄉農業沒有這個錢 那這個部分呢,地上務的協調安置,簡單報告一下好不好 好,最後請所長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那有關於那個農事所羅納那個地,那因為地上務,在基本上那個在國際財產局法裡面,地上務是一定要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跟信義鄉,有一個比較好的共識就是說,是不是直接把地上務的部分,直接就是轉移過他 不用做到邊境會再過來這樣子,大概也有在進行協調 好,希望主委,我剛才談的這幾個問題啊,希望你也能夠多關心啊 是,好,謝謝 謝謝,好